Hello, 各位, 我叫嘰嘰, 多謝你們看這條片和訂閱我 今次又來到深圳海岸城, 就來觀蠔對食什麼食蠔 我們那天大約好像五點多到點 其實我們先走了一個圈 我們主力也是打算食蠔就算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還有下一場 如果大家有去過七十九漁船 其實它的形式也差不多 在外面選擇海鮮, 告訴它怎樣煮 另外, 如果你不想太多, 也會有餐牌 當日是星期六, 我見到海鮮選擇也蠻多 而價錢方面, 真的要看什麼海鮮 有些都覺得OK, 有些價錢我就覺得一般 海鮮選擇 以及海鮮選擇 尖叫做小間鮮選擇 然後, 留下 我們可以住上海鮮 往下拿看看 然後, 然後, 也賺水 去這間餐廳主打吃蠔,其實也有很多蠔的做法 這就是用高壓鍋吃的生蠔 我們心目中因為有另外選擇,所以就沒有吃這一款生蠔 不吃蠔也有很多選擇,一定有一款適合你們 我們很清晰,為了目標而來,現在它有優惠 十頌而大,它是指定的做法 例如這款蒜蓉粉絲蒸,還有剁椒生蠔 其實我們只有兩個人吃,所以只吃蠔足夠 另外還叫了泰式汁的生蠔 這個也挺微微惹味的,不過我略嫌它的醬料搶了蠔的鮮味 另外大眾點評打卡,我還送這個白蜆 還有糖水,我還記得待會有糖水 這一餐是為了蠔而來的,所以我們就只吃蠔就飽了 這一餐我記得好像用了150多元,OK啦,也值得 吃完蠔,起碼我們沒有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也挺新鮮,而且也挺肥美的 吃完我們就到處逛了,這間火鍋其實之前也想試 不過下次有機會先啦 姐姐也很熱情的 然後到處逛逛,就去了這個賣牛角包的店 每個人都餵一試,因為吃完東西很飽 我們就順便進去逛一圈 看看有什麼美麗的牛角包吃 說真的,它的款式真的很美 那我就沒有選其他了 最後我還是決定吃了原味 最原本的牛角包就算了 這個牛角包的原味,我記得好像15個多? 好像是啦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非常好吃 我自己個人就還可以啦 如果大家也喜歡我這些 即即到處吃的生活短片 請記得訂閱、分享、讚好和留言 下條片再見,Bye Bye